蒸发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慈 强说愁 唉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候 一边伤春悲秋 一边小泪流淌 结果风一吹 脸上全干了 皮肤倍紧绷 那干掉的泪去哪了呢 当然是蒸发了 蒸发呢 是由液态变为气态的过程 从本质上来讲 属于气化现象的一种 比如亮的湿衣服会干 这种缓慢的气化现象 就是蒸发 而且夏天亮的会干 冬天亮的也是会干的 说明蒸发在任何温度下 都可以进行 新买的馒头 过了一夜之后 只有表皮的那层干了 里面可是柔软的 还说明蒸发 仅发生在液体的表面 由此我们将这种 在任何温度下 在液体表面进行的 缓慢的气化现象 称为蒸发 我们知道 物体发生气化现象会吸热 所以蒸发也是要吸热的 举个例子 游完泳后 一上岸会有寒冷的感觉 打针前一吐酒精会有清凉的感觉 而出汗之后呢 一吹风会有清爽的感觉 这些啊 都是皮肤表面的液体 蒸发吸热造成的哦 咱们知道了什么是蒸发 那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又有哪些呢 同样的两杯水 是温度高的蒸发的快 还是温度低的蒸发的快呢 显然是温度高的 所以说 蒸发与液体的温度有关 温度越高 蒸发速度越快 温度越低 蒸发速度越慢 比如 同样是下雨后地面积水 夏天的路面 比在秋天时干得更快 晾晒衣服的时候 处在阳光下的衣服 比在阴凉处的干得更快 这些现象 都是因为温度不同 造成的蒸发速度不同 那同样的一滴汗 是水滴壮石蒸发的快呢 还是抹一脸后蒸发的快呢 当然是抹一脸后的啦 因为蒸发的快慢 也与液体的表面积有关 表面积越大 蒸发越快 表面积越小 蒸发越慢 比如摊开的石衣服 会比柔成球的石衣服 干得更快 洗完的头发散开时 比梳辫子时干得更快 这些都是通过增加液体表面积 来加快蒸发的 最后回想一下 洗澡后身上的水珠 是在无风时蒸发的快呢 还是在有风时蒸发的快呢 自然是有风的时候咯 由此 蒸发还与液体表面附近的空气流动速度有关 表面空气流动速度越大 蒸发越快 流动速度越小 蒸发越慢 比如 喝粥时吹一吹 粥容易变凉 说明蒸发的快 屋里热时 电风扇开一开 皮肤感到凉爽 也说明蒸发的快 这些都是由于增加了表面空气流动速度而加快蒸发的 由此可以看出 影响蒸发的因素一共有三个 液体温度的高低 表面积的大小 和表面附近空气流动速度的快慢 说了这么多 最后问个问题 当你面对未复心慈强说仇的小伙伴 怎么安慰它才能让它的眼泪消失呢 其实不用安慰它 把它拉到阳光下 把泪水的面积抹大 再对着吹一吹就行了 哎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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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